怎麼大家都在問跟館長練 沒有啦我還不行啦 等我身材ok的時候再想辦法 等我紅一點 看有沒有機會 今天這個 先跟大家宣導一下好不好 注意防疫人人有責 好不好 不要再不戴口罩了 我現在先確認一下 確認一下我們這邊目前 直播室只有我一個人存在 然後再來 先行量測一下體溫 自足檢驗 37度 37度代表什麼你知道嗎 冷氣要開下去 37度代表要開冷氣 大家都多保重好不好 注意防疫 好現在我們已經量完體溫了 再來 我們有準備這個 酒精 好不好 這個手背 手心手背都要噴一下 手心手背都是肉 那我們確認這個現場 已經這個 這個賣苦噴一下 賣苦要噴一下 好了 我們的防疫 已經完成了 現在健身房不能運動啦 今天好帥 我跟你講 只要戴口罩 人人都正妹啦 不相信 我叫泰山戴口罩給你們看 你們覺得他很正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本來就還不錯啦 那我覺得要這樣戴口罩的話 下次我就叫比如說 叫阿呆 然後來戴個帽子 戴眼鏡 戴我的眼鏡 阿戴口罩 叫他來直播好了 好不好 這樣就可以了 我不是靠臉吃飯的 戴啥口罩 對啊 我靠臉吃飯的 戴口罩 我怕沒人來看 真是很糟糕 大家晚安 這個還是宣導一下 大家還是要注意一下 現在疫情真的很吃緊 然後這個 馬上有問題 我等一下回 我先宣導一下 這個 上面不是靠臉 戴口罩沒差 我完全就是靠臉 我是屬於那種可以靠臉吃飯 但是堅持要靠實力的人 好不好 我是跟一般人比較不一樣 對不對 一般人就靠他的臉 靠他的身材 靠他的臉蛋 我沒有 我明明可以這樣做 但是我很堅持 我就是要靠自己的實力 我是比較不一樣 因為我同時擁有臉蛋跟實力 所以我 我堅持 不想要讓大家 只把這個焦點focus在我的 身材跟臉蛋上面 好不好 江帥很多 什麼意思 好啦 大家注意防疫啦 好不好 我們還是宣導一下 現在真的很吃緊 我跟你講 現在外面 這個哀鴻遍野 尤其北部的這個 車行 還有一些餐廳的朋友 大家都在說 現在因為這個疫情的關係 這個客人啊 這個都不敢出門 基本上這個店裡面都沒有客人在出入 當然我們一定 像我已經受很大的影響 我影響也是很大 你想想看 假設 一般的車行 對不對 不要說一個月啦 假設一個禮拜 只有10組客人 現在變1組 但是我有可能原本一個禮拜100組客人 我現在也只剩10組而已 對我來講我少掉了 90組 所以其實 我也是比較乾扣的是我 好不好 我也很乾扣 但是 我覺得 防疫優先還是重要 而且我覺得 剛好趁這個時間點 讓同仁比較輕鬆一點 像最近大家就是順便這個整合一下店裡面的車子啊 之前不是都會這個 休假嗎 做一個內部的調度整理啊 現在都不用 現在每天都在調度都在整理 順便大掃除一下 順便整理一下這個 店裡面 所以這個 大家想開一點 好不好 很多人說 小師哥怎麼辦啊 我現在無薪假啦 怎樣 我跟你講 趁這個時候 趁這個時候大家好好休息 整理一下自己的心情 整理一下自己的 修復一下自己家庭的關係 好不好 你以前這個跟家人的感情不好 跟老婆感情不好 跟小朋友感情不好 趁現在 好好彌補一下你的小朋友 彌補一下你的老婆 對不對 就從長起來 就跟老婆恩愛恩愛到晚上 睡覺 再繼續恩愛這樣子 每天24小時都 合作會 都不要分開 好不好 就趁這個時候 大家想開一點 修復你該修復的東西 例如你的肝啊 就乾修好甚壞了 哈哈哈哈哈哈 好不好 我也是想開一點 這個 想難聽一點 下個月 時間到了 那個貴貴的租金 時間到了 我們還是得繳 但是這個 怨天怨地也沒有用啊 博三秘惠萬壇 就撐啊 我們如果撐得住 我們就繼續撐 好不好 我很久沒戴帽子了 因為最近疫情 店裡也沒什麼客人 我想說 頭髮弄那麼帥 沒人看 所以就 最近都懶得弄頭髮 就戴帽子 這兩天才開始 天氣也比較熱 會流汗 想說最近才開始 以前好久沒戴的帽子 留長頭髮的時候帽子都沒戴了 最近就把帽子拿出來複習一下 好不好 所以最近你們可能會 又看我重新戴一輪以前的帽子 小師你好 請問2003的SOLIO 最近冷氣管路結冰完全沒冷氣加了冷煤 換了散熱片無法解決 不是啊 這不是那個關係啊 冷氣結冰跟這個冷煤散熱片都無關 那個是裡面的一個 前面 風箱上面有一個溫度控制器 那個要去檢查 溫度感應器 其實這個就是這樣 有一個感應器 他感應到說你的管路要結冰了 他就會把冷氣跳掉 把壓縮機跳掉 那你那個感應器如果壞掉的話 他就在要結冰的時候他就不會讓他跳掉就繼續結冰就就真的結冰了 要不要換一間修 還好車買了要殺上去怕都怕死 也沒那麼可怕啦 我講真的你 你當然我不能在那邊宣導說不可怕 我意思是說 事實上其實台北的確路上的人車變少 但是我覺得就是大家都還蠻確實做好這個防疫的措施 那我們是還好因為我們我們車廠大部分都是在一個 通風的空間 所以大家人員一進來就是 每天固定的 進出的人員都要量測體溫 要消毒 那我們的辦公室 我們的 座位也都每天都要進行消毒 然後實名登記 那戴口罩那是一定要的 然後我們現在我都交代這個服務人員如果現場有來賓的話 跟來賓要距離1.5公尺以上 所以我都在這邊也宣導一下 就是 假設性 因為現在真的客人 來店沒那麼多 很少 假設性你有來店你覺得這個 我們的服務人員都離你遠遠的講話 你千萬不要覺得 好我們服務很不好很不貼心 是要保持一下人跟人之間的距離這樣 好不好 你直播戴口罩是怕病毒透過螢幕傳播嗎 不是 我跟你講 雖然我這邊的空間 只有我一個 我老婆兩個 但是我覺得是我們是這個 夯不朗噹 500多人在線上 我們也是要一併的跟大家宣導一下 說這個口罩還是要把它戴著 好不好 像我最近 如果我跟我老婆要接吻 我們都戴口罩接吻 這樣很噁心 這樣很髒 不行 我亂講的 好不好 我亂講的 小師 外面修車廠都說漏冷煤不用維修 冷煤不夠再灌就好 該修嗎 漏冷煤這件事情 你要取決於說你的車的殘值 還有 你車子的使用頻率跟你打算開多久 還有漏的快還是慢 那有一些他可能已經車有一點年份了 比如說超過10年了 然後你可能 Maybe 一個月兩個月 才漏到沒冷氣 才補一下 那你覺得說 反正車也很少開 就時間到了 去補一下就好了 那你就這樣 那你如果說你打算這個車還要開好幾年 這樣一直補也不是辦法 就去查一下看哪裡漏 搞不好有時候只是一條很簡單的管子而已 要跟服務人員 距離1.5公尺 那試駕Smart怎麼辦 我沒有Smart 所以沒這個問題 不過如果試駕的時候 可能這個就要更注意 還是的確要戴口罩 然後要經過車內 也是要經過一下 消毒這樣 我們再去試車 對啊 反正我覺得這種東西是這樣 你主要是說你要有這個防疫的觀念 不能隨便 沒當慶菜 不是說你看到人都看到鬼一樣 你知道現在 你有種我跟你講 你現在去人多的地方 你咳兩聲試試 我跟你講大家都一直看你 然後他離你有多遠就多遠 大家有的拔腿就跑 我跟你講 你不要在那邊裝 你等下被人家通報 然後被人家帶走 你少在那邊假裝殼 絲媽媽借貸九速十三規 我這邊宣導一下好不好 絲媽媽借貸是我們的一個梗 是某一次 我在鼓吹泰山買車的一個梗 事實上沒有 好不好 不是我媽媽可以借貸 不是 好不好 我覺得那是一個含義上 我原本 跟大家解釋一下 我原本最初的絲媽媽借貸 我指的是 因為現在有很多那個小廣告 以前報紙很多小廣告 那個地下錢裝什麼 留媽媽 吳媽媽 那我姓絲 我原本是指說 我可以借泰山錢 給他融資 然後我就故意講一個絲媽媽借貸 絲媽媽原本我最初的含義是指我自己 那只是說我要把他講成那個小廣告 一定要打媽媽 因為你寫媽媽 人家會覺得比較有親和力 有沒有就是那種 媽媽自戒 家庭互助會那種 人家覺得比較親切 比較敢去借 其實絲媽媽那都錢裝 所以那是故意要打媽媽 有沒有就跟打一手女用車一樣 對不對他如果打8加9用車 大家就不買了嘛 對不對 你想想看他如果 打這個8加9借貸 有人敢去借嗎 對不對 誰敢去借 沒還錢不知道會不會斷手斷腳 對不對 殊不知你跟留媽媽借也是斷手斷腳 所以要給 廣告都會這樣嘛 給你一個比較有親和力的那個 名詞 不會讓你亂想 結果 講著講著 怎麼 到最後是媽媽變成真的是我媽媽 你知道每一集都出現 九書十三規 每一集都出現 然後到最後 好吧那我只好去找我媽出來 然後還有一個含義 到後面我衍生一個含義就是 你知道有很多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線上的人是不是這樣 你是從小到大 對你不太敢跟爸爸要錢 通常啦 像我 至少我是這樣 好不好 你有時候要買個玩具啊 想要買個什麼東西 一定是先去爐媽媽 對啊 小時候一定先去找媽媽爐 我想要買什麼 我想要 要幹嘛 我想要什麼 對不對 你一定先跟媽媽借 先找媽媽 所以私媽媽借貸私媽媽借貸這個含義就是從這邊來的 一個大男孩小男孩從小到大 媽媽10塊媽媽5塊 媽媽 我要去吃拔骨 我那個年代小時候那個門口都會 那個 拔骨拔骨 聽到這個聲音就是那個有一個阿公 他會騎著一個腳踏車 然後後面有兩桶那個 冰桶 然後他就 來賣 賣那個拔骨 有梅子口味的啦 什麼香草口味原味牛奶口味什麼的 好不好反正這個就是這個 私媽媽借貸含義在這邊 所以那個不是真的我媽媽在放貸的 不要搞錯了 還有一個像我那天看到一個留言就不爽 反正意思就是說 一個人如果要成功 家裡有錢很重要 他就可能他不是我們的粉絲 那他就誤以為說好像 我家在開錢裝的 還是我家很有錢 有沒有 所以我就覺得很好笑 我就回他說 首先我沒有覺得我自己成功 第二我家裡也沒有錢 大概就是這樣 他說爸爸媽媽有錢很重要 我也知道啊 媽的咧 看我也知道啊 我從小到我媽活到十幾歲了 長越大越覺得 要是爸爸媽媽有錢 真的很重要 我也知道這道理啊 好不好 媽的 我也很想啊 問題沒有啊 雲林很多老人都不戴 這個真的不行 我跟你講現在是最沿上的話題 口罩就是一定要戴 我那一天 我開著車禮拜天 跟我老婆開著車出去繞 繞台北市 我大概看到 五個人 沒有戴口罩 有兩個是年輕人 有三個是老人 所以喔 這個大家要 還是要宣導一下 要宣導一下 我前兩天才跟絲媽媽說 要借500 ALL IN的說 不要再IN了啦 你們這些韭菜 我跟你講 那這些散戶 我跟你講 我這一句 其實在很久之前 我就跟大家講 學會投資 不如學會投胎 好不好 有很多說我要投資 我要變有錢人 我跟你講 你不要想那麼多啦 你看喔我常跟大家分享一件事啦 我們今天不抽菸 不喝酒 不賭博 不禁女色 對不對 我賺來的錢 我想吃什麼 我想花什麼 我想帶老婆小狗去幹嘛 都花 哪有關係 我前前兩天 這個一個粉絲 私訊我 說他心情很差 說這個上禮拜 股市他輸了一二十萬 那人我看他也 這個 乖乖的 也沒有什麼壞習慣 我說你這個人 你又沒什麼壞習慣 你把那些錢拿去投資 想要變有錢人 最後被收割掉 你有比較好嗎 那不如 你那一二十萬講難聽一點 你平常 想吃什麼 想喝什麼 想買什麼 都去花 哪有關係 你外偷吃 你外偷開 你只要不賭博 你外偷開 就算都拿去花三毛 一二十萬 你花到 染鳥軟 對不對 花到你破壞 殘障 站不起來 腳軟 你一二十萬 你是多能幹 沒有我是說那個 工作態度 你是多能幹 你輸那一二十萬幹什麼 那個錢拿來花多少花 結果把他白白送去給人家花 我是不懂啦 我跟你講 我這個人 我很久以前 我就知道說 我沒有這種 賭博的那種 我如果要負博 我一定 就是all in 我真的就跟剛剛那個誰一樣 我一定是all in 我看準這個嗎 我就一次全下 買的方法 做去吃 我就覺得我這種個性 不適合賭博 不適合玩股票 所以我很久以前 我就看開了 因為我們 投胎就不對了嘛 所以我就 對投資 沒有什麼太大的興趣 所以我也從來 什麼股票的那個 我都不懂 我也沒有那個戶頭 有很多現在不是手機 就可以玩股票什麼的 我現在 我完全到現在 我也不會用 我也不會看 我連那個股票怎麼看 我都不太會看 所以這個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人要學會對自己好一點 給人家考7 拆不拆車有什麼差異 就好不好看 跟這個 因為要拆他花比較多的工時 然後考起來會比較漂亮 所以通常如果要拆的話 就是會比較貴一點 但是這個完整度 細節會比較漂亮一點 那你如果沒有拆都是用貼紙貼的 那那個貼紙撕下來的時候 有時候那個 如果他貼紙貼紙的技術不好的話 你就會看到很多高低落差 還有一個其實拆還有分 有的是拆一半的 所謂拆一半的就是什麼 他只拆大燈 前燈跟尾燈 這有拆 拆部分的 那有的是什麼水切 上水切 什麼膠條 都要拆 能拆的都要拆 所以拆還有分 拆到哪裡 價格也會不一樣 因為拆越多 工錢會越貴 疫情嚴峻 對中古車的買氣有幫助嗎 這個時候買會比較貴嗎 不會 差不多 但是 我是覺得 其實現在反而你 如果沒有擁有車的人 最好是自己 可以 買一台 買一台車 我自己是這個真的是這樣講 不用來跟我買 好不好 你要去哪裡買隨便你 那我只是在跟大家分享說 我覺得現在反而你出去做 大眾運輸系統 是對自己或對別人 都覺得感覺不是 很安全的事情 所以我真的蠻建議說 你如果真的有通勤的需求 你最近你真的可以考慮自己去 買一台車子 重機也好啊 機車也可以啦 只是說機車比較不方便 因為下雨啊 像現在台北下午又雷震雨 對不對 或者是天氣熱啊 騎摩托車也不舒服 那你如果說這個 有時候真的悶在家裡悶久了 開著車出去繞一繞也好 真的啊 我會這樣啊 我不知道你們啊 你就車開著不要下車嘛 不要跟人接觸嘛 對不對 你就車開著去北海岸繞啊 看看海啊 在車上不要下車 不要跟人家接觸就好了 然後這個 你到海邊你想要下來看看海 你就 先在車上看一下 沒人 好沒人 你再下來也沒關係啊 OK啊 再上車快點 酒精再噴一下就好了 注意防疫啊 對不對 我覺得有台車這樣繞一繞也不錯啊 其實如果你現在沒有車的人 你有台車是真的還不錯啦 所以我是蠻建議說 剛好趁這個現在 找台車來 來開開弄弄 好不好 這個夫妻倆啊 男女朋友也不用出去約會了 對不對在車上約會就好了啊 在家 不一樣啊 有人喜歡那種 不一樣場景的感覺啊 Costplay啊 之類的啊 對不對 今天我辦計程車司機 你辦乘客坐後坐這樣 比如說 對不對 增進一下夫妻的情緒啊 對不對 還是今天我辦這個 警長 把你手靠在後面 說你這個小壞壞 不要再做壞事了 我現在帶你去這個局裡面 哈哈哈哈 之類的 增進一下這個夫妻情趣嘛 新車買回來 何時換車是最好的時間點 沒有我覺得我坦白說 很多人很喜歡 比如說以前電視節目也很喜歡做這個專題 我也上過什麼三年五年啊 什麼時候 我跟你講 其實 並非我本意 我跟你講 只要你有錢 隨時都是換車的時間點 我覺得是這樣 不用想太多 我的個性就這樣 我其實我不喜歡 去算說 好像你開三年 我花了多少錢 有沒有 有人會這樣 從車買回來 我保養花了多少 油錢 我加了幾桶 我修了什麼東西 花了多少錢 折價多少錢 後來我賣了多少錢 以前是不是 很多人會去分享這種東西 我感覺這真好飽太贏 真的啦 我真的覺得做這些事情那吃飽太嫌 你有這些時間 你好好想怎麼陪你的家人 陪你的小孩 你好好去賺錢 想說我怎樣 這個認真工作 我可以這個 薪水加的比較多 還是這個職位爬的比較快 對不對 怎麼樣孝敬我的父母 你拿那麼多時間 去算這些東西 幹什麼 所以我這個人 個性就是 我很不適合做生意的個性 因為我超不會算 我超不愛算 以前我上電視節目 一有這種題目 因為他已經挖一個洞給我 我就是要去補嘛 所以我只好 想一個答案出來 可是我可以跟你們講 那個真的不是我心裡面 真正的 想像的答案 我覺得說 只要你有錢 真的隨時都是換車的時機 那但是只要你沒錢 我跟你講 隨時都不是換車的時機 好不好 你沒錢了 你車壞了你還是得修啊 你即使知道說 小事說現在 這個 我的車開五年了 小事說現在賣掉最划算 你就沒錢買新車 你要賣給 賣個鬼喔 你賣掉然後勒 你懂我意思嗎 我覺得 很累啦 真的我認識一些 那個朋友啊 他皮包裡面打開都是什麼你知道嗎 折價券 什麼網品的啊 什麼這個 麻辣的啊 極點券啊 這個他已經擠滿石鍋 又可以換一鍋的啦 拿了 他什麼義大利麵啊 什麼 他皮包打開都折價券 然後他交女朋友啦 女生問他要吃什麼 他就皮包打開 看裡面有什麼折價券 啊不然我們去吃這個 好我剛好有折價券 你拜託 你這樣拔到馬子喔 你這樣真的拔到馬子嗎 可以 他結婚了 因為他找到一個跟他一樣的 他皮包打開說 我有這個義大利麵的折價券 對方打開說 我有一張 兩個人去吃都不用錢 然後他們就結婚了 好不好 不要算那麼多啦 真的不要算那麼多 真的算 算太多 真的好累喔 小絲目前有意願到南部沽車嗎 坦白說 我們現在就是有一點 我們比較不會去了 可是 我們還是會看一下這個 車款 我比較不好意思喔 不是說我們挑客人 因為現在疫情時期 那我們除非一些 真的比較特殊的車款 或是你要賣我很便宜 那我們可能才會去 如果是這個 很一般的車款 你要賣我的價格 也沒有說 特別便宜 甚至說還搞不好更貴 就比較不好意思 我們沒有辦法去了 真的啦 那個有的 我上次遇到一個更好笑 這不是檢討客人 這講出來大家笑的 好不好 上次還遇到一個說 比如說啦 我舉例啦 那個車 市價可能剩 比如說 20萬 30萬 30萬好了 然後說 講講 你要賣多少錢 小絲哥我想賣50萬 我說 那這個可能我沒辦法 你就自己 自己處理這樣 因為他在南部 然後我說 小絲哥我跟你講 錢不是問題啦 我是你的粉絲 不然一句話啦 你下來買 有沒有 這個人我對錢最不計較了啦 我算你40萬就好了啦 只要你這個 幫我簽個名就好了這樣 呵呵呵 謝謝你 最近比較沒有空 不好意思 這才30萬的車 他買不到50 現在說 錢沒關係啦 算你40就好了 夭壽啊 錢也要 人也要 全部都給你就好了 呵呵呵呵 有沒有 你這種你叫我怎麼下去 我跟他 人家以前 打麻將最常講的一句話 你知道嗎 你要贏錢 還要贏我 我不知道線上有幾個人知道 你打麻將 贏錢就算了 他嘴巴一直在那邊笑 那種人最討厭 人也要錢也要 什麼都要 全部都給你就好了 賣賣賣賣賣 笑笑就過去了 賣賣 我們很害他的車 就像有個女生 你跟他講說 不好意思你比掉了 他心裡想說 你是不是想跟我搭訕 有沒有這種女的 他覺得自己很值錢 也是有啊 有的搞得好像說 他的車賣我們是天地恩情 我車很棒啊 我車庫車 我賣你 你回去保證賺錢 搞得好像我們很害他的車一樣 不要搞錯了 這個買賣是一個緣分 那當然來買車有些客人也是啊 我之前分享過很多次 有時候人是互相的啦 你來買一台一二十萬的車 搞得 你好像是 皇帝一樣 有必要這樣嗎 我們站在服務的原則 問題是人跟人才是平等的 我們是對你客氣 不是說好像 你跟我買這台車 我可以 賺很多錢 然後我很爽 所以我一定就是要這個 跪著填 填你的膝蓋 填你的腳趾 不會吧 對不對 現在多少服務業 你說服務在行 你頂太豐 頂太豐服務好 來幫我填腳趾 他會幫你填嗎 不會嘛 對不對 所以還是有個限度嘛 人跟人之間本來還是互相的啊 大家也要體恤一下服務人員 好不好 反正都不干我的事啊 通常都是我 店裡面的服務人員 不過還是要宣導一下 好不好 我們雖然是賺錢 對不對 但是我們是有 有骨氣的 對不對 我們不會為了那幾個湊錢 我們是為了很多的湊錢 買車最幹最吃虧的故事 太多記不完了 真的啦 很多啦 很多被客人削的 無非就是買錯車啊 我跟你講講到這個 其實我跟你講 我之前一直在跟大家討論車商的風險 車商向 最常遇到的風險 我上次好像講過 我再講一次好了 我有朋友他是在做這個汽車電腦的 修理場 他時常 時常 真的時常 遇到很多客人 去他店裡面銷燈 他說 這個老闆你可不可以幫我 比如說我ABS燈亮了 幫我銷掉 當然那個老闆會跟他講 他說 先生你這個叉下去 可能是哪裡的感應線壞 那我現在幫你銷掉 你可能開開過兩天又會再亮 沒關係我知道 沒關係我知道 他說他每天都要遇到這種客人 為什麼 因為他銷一銷要去賣人家 不管他是自售 還是賣給車行 那我講實在的 我們車行出去收車 哪一天 哪個人會帶著 那個 診斷電腦到處跑 沒有吧 你應該沒有看過人家 孤車帶診斷電腦 所以 你不小心車商買 你就中獎了 還是你去買這個自售的 對不對 買的時候都好好的 燈都好開兩天 亮了 你家的事情 所以這個我們是 真的是最常遇到的東西 很多啦 其實你說罪幹 罪幹都還好 都差不多這麼幹而已 沒有什麼罪幹的 還好 遇過客人講過罪欺騙的話 例如 是什麼 例如車礦之類的 很多啊 其實這個 東庭問的這個 不是說客人欺騙 有時候那客人他可能會想要考驗一下 你看不看得懂 所以 最常遇到 你車有沒有撞過 沒有啊 我新車到現在都沒撞過 結果我們一看 看一看 你這邊之前就撞過 沒有啊 我記得沒有啊 然後你再繼續講講 我以前 曾經那個車有借過我 某個親戚 會不會是他 他給我撞到的 有沒有 懂我意思嗎 懂嗎 這個是最常遇到的啦 他的車有狀況不講 隱匿 這個是 這個是最多的 但是其實我們 像我啊 我本身我會最注意的是說 他是不是車主 這件事情 我給大家一個觀念 這個 曾經有遇過嘛 比如說這個老公把車開來賣 然後車是老婆的名字 很合理吧 對不對 好我們跟老公簽了約 車子準備要過戶了 他老婆跑來 說為什麼 他可以 這個開我的車來賣 我們最近在談離婚 車主是我 為什麼你們可以跟他買賣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個 其實最常遇到的問題 所以 通常我們會要求說 通常你如果不是車主 你要去處理你家人的車 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爸爸媽媽 隨便 親朋好友兄弟姐妹 我們都希望 你要有一個委託書 他委託你來幫他處理買賣車的事宜 委託書哪裡有 監理站下載的到 很多狀況啦 幾乎這種狀況很多 今天有案例要分享或講解嗎 沒有 我跟你講這個禮拜 因為疫情的關係非常的安靜 真的沒有案例 可能連這個 詐騙集團都在休息 真的沒有案例 這禮拜 訊息也少很多啊 平常那個 粉絲頁都會有很多訊息 還是有啦 可是少了蠻多 坦白說 所以我現在 還蠻開心的 真的 因為就可以早點睡覺 比較悠閒一點 人家說 你這樣你應該要擔心 我說先休息再說了 因為大家你看柯P 他的那個 身體最近也不是很好 就叫大家不要這麼累 不要那麼大壓力 趁現在大家稍微休息一下 那之後這個 等疫情比較平緩 大家再 努力一波就好了 如果老闆撐得住 我們就去撐 撐不住就 關一關收一收 就這樣 回鄉下種田 也就這樣想開一點 就是這樣 很多人 會習慣造成 比如說這個 勞資雙方的對立 這是在台灣 在台灣這樣講一定是沒有錯 就是 去講老闆的壞話 比如說 老闆吃湯吃梯 對嗎 吃心吃美 吃馬卡 有沒有 那種感覺是造成這種勞資對立的這種 發言絕對是不會有錯的 因為大部分的人 都是這個 勞方 所以你去講資方的壞話 是這個 普世價值 你懂嗎 支持你的 一定比較多 但是其實我 我其實 常常在想這個問題 如果說今天我可以 上班 時間上班 然後時間到下班回家 然後每個月不用去擔心 所謂的什麼 這一些人事的問題 租金的問題 壓力的問題 利息的問題 等等 其實 也還蠻快樂的 壓力很大的時候 有時候心情不好 我坐在公司外面 就有那個黑貓 黑貓 我們公司的黑貓送貨送到 都跟我們都認識 然後他就騎著那個摩托車進來 後面有個箱子 綠色的應該是黑貓吧 然後我就看他邊騎邊唱歌 邊哼歌 你知道嗎 唱歌進來 你的包裹很開心 因為那時候好像快下班了 然後他就送了包裹 先收先這邊 簽完 然後我就快下班 對啊下班 這送完就下班了 我很開心 然後他就又很開心 搖頭晃腦 邊唱歌騎了就走 我就說 我怎麼覺得 很羨慕那種 好像看似 當然他可能也有他的 難處 但是我在當下我覺得他是 很舒服很享受他這個工作 然後 可能他覺得要下班的 就比較 就之後就比較 沒有他的事情 因為像我們這種 都是24小時的 我不可能下班以後我就 不去管任何事情 不可能 所以 那一瞬間 我會覺得說 其實 下班就是 振著自己的時間 那種感覺 好像也不錯 冷氣在收車的時候很冷 收完車不冷 這個 很常發生 真的啦 那個三天兩頭都在發生 所以我才堅持是這樣 有時候 我們在交車的時候 我不知道 上面裡面的客人 當然如果我的 店裡面的業務 交你車的時候沒有講 你可以跟我 你可以跟我打小報告 沒關係 通常我都有請他們 在交車的時候 一定要跟客戶講一句話說 車交給你了 那請你 接下來 也花一點時間 幫我們也測試一下 因為我們 測試的時間有限 我們已經很努力 很盡力的幫你測試 可是如果有一些 問題跟狀況 它是需要 時間才測試的出來的話 那我現在把車交給你之後 那也請你 花一點時間 幫我測試一下 有什麼問題 隨時告訴我們 我絕對 不會去講說 我交給你的車 一定回去就沒有問題 我不喜歡 去講這種 太滿的話 但是應該不會有什麼 太大的問題 如果有都會是 很容易解決的 小問題而已 羨慕小師哥還能 繼續重訓 健身房都不能去 我跟你講 運動只是一個習慣 你如果真的 有養成運動的習慣 你就算不能去健身房 在家裡 扶一頂身 坐一坐 蹲一蹲 還是養護起座 坐一坐 其實也可以 只是差別在於 你有沒有這個習慣 運動這個東西 是這樣 很多人你會發現 有些人為什麼 好像運動狂熱 或是健身狂熱 像也許這個 泰山他們在看我 都覺得說 怎麼好像 健身狂熱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那只是 養成習慣的問題而已 很多人都知道自己 問題在哪裡 問題就永遠辦不到 像泰山 買了一個跳繩 你沒看他跳過 對不對 他有意識到這個問題 問題是他 你能夠做到哪裡 把這個習慣養成先嘛 你買個 跳繩回來 一天只跳三下 沒關係 那你要一天只跳三下 跳五下 你也要 養成習慣 對不對 我每天就是要跳五下 OK啊 那什麼關係 真的啦 我還蠻那個 為什麼我到最後 我會去健身 是我覺得說 你很努力 你不一定 考試考得好 你很努力 你不一定賺得到很多錢 有很多事情 你努力是不一定會有成效 不一定會有結果 但是唯有健身這件事情 只要你堅持 你努力 你就會看到變化 這個是真的 印度就不一樣 晚上的印度就不一樣 我是說那個 胸肌的硬度 時間也不一樣 沒有我說那個 醒著的時間 清醒的時間也不一樣 精神會比較好 但主要是心情會蠻愉快的 好不好 真的啦 現在不能 不能去健身房 要自己這個 伏力挺身做一做 兩臥起做做一做 不錯啦 為了身體健康 對啊 現在疫情這樣 你班也沒得 如果有的 連錢都沒得賺 班也沒得上 把身體弄好一點 絕對是沒有錯的 好啦 時間差不多了 今天也聊著聊著 那這個 最近 我們看疫情的狀況 那看是不是可以 這個 適度的增加 這個我們直播的 次數啊 或是頻率 看看這個時間上面 如果可以的話 這個我們希望能夠 找個時間 有時候下午開開直播啊 短短的跟大家聊一下 逛一下看一下車 現場介紹的車也可以 好不好 好啦 大家晚安啦 大家晚安